MING PAO TORON 又來到沖繩背後的時間 上一集跟機緣系的馬主李先生 說過很多關於機緣無限 機緣巧合的事情 是 但我也知道現時 其實英國也好,香港也好 也有洋馬出賽 是 現時香港那一批就燦爲明下 是… 也是經朋友介紹嗎 但這隻又不是英國來的 好像… 是澳洲的 因為原先我已經挑選了 有一隻是會過來的 但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受了傷 也做過手術 雖然後期痊癒了 但我感覺到因為香港的場地 有時比較硬一點 如果對一些受傷的馬 可能前景是會有個不明朗 我覺得既然這隻馬不能來香港 如果放在那邊 我又怕他的競賽會有… 再加深的傷環 那我跟手衣說 不如我送給你 你既然對他這麼好 其實真的有個好奇蹟 真的,這隻馬 當我給了他之後 隔了半年 所以說他這隻馬可以跑 我說好,你跑吧 但拜託你看著他 最初他投了兩次 他的成績普普通通 但他知道第四次 他居然贏得 贏得我當然很高興 我覺得我也很開心 送給他 竟然那隻馬 因為他從那次贏完之後 連續跟著贏了五場馬 是的 而以我認知當中 他最後那次贏 可以贏九個馬位回來 但我怎樣想這件事 我覺得有人這麼悉心看著他 亦增加自己的信心 買馬的信心 這隻馬是我自己買回來的 因為我在拍賣會去選擇 他叫Pico Boy 但Pico Boy不是很成功 但幸好當時這隻馬是不錯的 現在即使給了人家也好 不是我的名下 但他跑得好,我也很開心 現時香港方面就拆了名下 是的 暫時出賽時不算很多 是的 近期亦有些腳步的問題 沒錯 接下來的前景會怎樣 我不敢怎樣說 他在上一季三月跑完之後 發覺有傷患 所以就把他送到松花那邊休息 雖然時間了這麼久 似乎就好像康復了 但既然他有這麼重的傷患 我不敢對他有高的期望 總之就是健健康康船 是 因為馬的損傷一定有 我希望如果他不行就算了 是 退了他 因為聽李先生說 你非常疼愛馬 看到馬雲少許受傷 或做完手術也不要推曲他那麼厲害 也比較疼愛馬 如果他有點傷就算了 送了他去西蘭 退休 明天退休 這個是我養馬 自己抱著一種這樣的… 宗旨或心態上 沒錯… 不要令馬太辛苦 不想… 剛才也聽過 《燦若明霞》這個名字 跟之前機緣系的名字 好像完全不同了 有時候會有些… 相片會有一點轉變 《燦若明霞》這個名字 是我讀書時看小說 我看《紅樓夢》 裡面有這個字句 我覺得很有詩意 一直記住在自己的腦袋裡 既然學了就記住在這裡 適當的時候 如果能用得著就用 那就是在馬名上用到嗎 對… 《燦若明霞》這些馬名 又怎麼來的 《燦若明霞》是… 小時候就看電視 因為當時的電視 沒有現在那麼發達的節目 而當時是《麗的呼聲》 還是黑白的年代 那時候有中文和英文台 英文台就有《福宇摩斯》這個劇集 而沒有任何的翻譯 也沒有任何的字幕 那就去學一下英文 在這裡聽一下 學得多少就學多少 當然那些英文是非常深奧的 是 但不要緊,因為當作是一個學習 這件事已經記住在腦袋裡 到我後期… 我到十多歲的時候 我買了很多小說去看 也買了很多所謂 Sherlock Holmes的小說去看 對這個人物很有心印象 我覺得用《福宇摩斯》挺好 而跟家人聊過 太太說,這個名字挺有趣的 我就用了《福宇摩斯》 將來也會想用這些機緣之頭 是… 尤其我女兒更想我持續這個系列 剛才提及過 女兒、兒子在幫你買碼上 也有一點獻證或意見給你 但其實她們也沒有你熱愛賽馬 因為以前爸爸感染到你 你又感染到兒子和女兒嗎 感染不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年代的興趣 很多元化 跟我們的年代很單一 是不同的 甚至現在好像… 例如馬會本身也覺得 想去年輕化 有時候也不可以這麼容易做得到 其實你現在在英國那邊 也有養馬會嗎 有,我現在… 做了四隻 也夠了 原因是因為以往的時間 我可能比較多一點 但因為英國的賽馬 除非你的馬匹有很好的成績 可以跑到很高的級別 例如表列賽 甚至吸氣賽 如果其他賽事的時候 馬的獎金比較低 所以相對來說是會比較… 不是很… 就是… 付出可能會比較多一點 對… 除非我自己有種心態 就是所謂的計劃 拿來香港 或者甚至是做分 譬如我很多時候買的馬多 都是PPG 是沒跑過的 如果我是幸運地中到籤 而那種籤 即是是PP或是PPG PPG就不用那麼多的功夫 如果是PP的時候 我所謂要做分 做到某一個分數 我才可以拿來香港 所以做分是需要的過程 現時有幾筆 即是在英國那邊出賽 有些都挺好的成績 可以的 現在有一隻就… 80分 但相信還未足夠 可以來到香港 所以就要努力一點 不怕 應該是很年輕吧 兩歲而已 兩歲 還有很多時間 應該只飽到三歲 應該還未夠分 可以來到香港 如何去挑選一個 最佳的心儀對象的馬匹 事前要做些功夫 就是我會將整本catalog 由第一頁一直翻過去 在未看之前 自己心裡、腦裡 也會有某幾種種 是會適合自己的 而這幾種種 是適合之餘 是否適合香港呢 因為譬如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選一些長途的種 香港的機會是沒有的 沒有甚麼路程 對 但如果你選擇太短的路程 不半球馬 是不夠南半球 所以我會集中短的路程 所以我都看見你 1650、泥地 甚至1600、1600、1600 浪泥地很難說 我們是不知道的 如果你說參考他的血統 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 但怎樣也好 讓馬在鎮上 泡完後才告訴你 他是否適合 在馬圈中一大段時間 是 有哪位馬圈中 別人是想特別感謝他 好 是已經退任了的 連馬師 就是查寶哈林先生 我很感謝他 因為當年我對馬的認識 只是很皮毛 而他給我一個機會 他可以教導我 我不認識的地方 他當然不能夠很詳細 但他有內心告訴我 現在更加開心 就是在當競賽之前 出賽之前 他可以讓我跟力騎士 很深入的溝通 因為在很短暫的時間 因為在出馬的時候 可能只有一分多兩分鐘 有時候可能也沒有 但是他有一種很信任的態度 就是說你跟他說吧 因為之前我已經說過 你可以跟他很自由地溝通 這個我覺得是… 當然其他馬主也有這樣的經驗 但是我會因為這段時間 令我有一種很深入的體會 因為馬主… 騎士、練馬士三方面的互相信任 是…很重要 信任這個字在競賽環境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是… 謝謝李先生這兩集 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好… 也祝願參與命下 或是英國的紫字耀賽區 謝謝 繼續有好賓 謝謝李先生 謝謝 大家好,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這集我們是三個女人 一個最適合的傾馬仔 兩位,今期最欣賞 哪個馬圈中輪 我先說吧 我最欣賞的就是何澤堯 為何一個字厲害 看看他最近的成績 最近多貴 一直都有進步 我看他今季也破了自己的個人記錄 你說起厲害,怎會發現 原來我虧 你不說 你不說 我認為我認為我民族會有好賣相關 我知道 你不說這裡的人 我們知道 你說什麼 你不客氣 你會想到你